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叔叔 你知不知道你手上的一瓶是甚麼呀 不知道 老闊嘛 為甚麼會開始吃呢 唉呀 我之前的其實很差的 整天都忘記了東西 見到朋友 要不就不記得他 要不就連我的名字都說不出 最搞笑的 連老婆的名字都說不出 這樣就慘了 我經常把東西 忘記了 有一次就把手錶放在那裡 把手錶放在洗機裡洗 搞到手錶都說不出 就經常忘記了 開了個房子 然後就走了 唉呀 經常都忘記了一些東西 就賴工人吧 賴工人 工人就說不是呀 搞到大家的關係很差 唉呀 後來有朋友介紹我吃這個老婆酥 我來試試看 看能不能解決我的問題 叔叔 知不知道把鑰匙放在哪兒 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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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叫他不要到處搞那些東西 又知道自己沒有記性 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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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知不知道鑰匙放在哪兒 記性好了 那銀包呢 銀包 銀包 床頭包 我記得我吃了兩個星期之後 那些水源質素就很濃 睡得了 睡得了 人都精神了很多 精神了很多 現在連電話號碼都不用吃了 那你覺不覺得生活有什麼不同了 都很大不同的 我以前沒有記性 那我住在南田 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走路街 一個人當著當著銀包鴿 哇 家人多擔心 自己壓力都很大的 不單是家人 就好像自己很悶 那樣吃了幾個包袱 現在不同了 吃了很多錢 有時候年輕人在聊天 我還可以回答 我還可以回答到嘴 什麼什麼 他們還叫我做 行走的轉數塊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